各位家长和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开学了很多家长不知道该帮孩子做哪些防疫的准备 现在就让我来告诉大家 第一 上学之前要注意孩子身体的状况 每天量体温 如果生病就在家休息 不要上课 第二 孩子上学前帮忙准备手帕和卫生纸 这样在咳嗽打噴地的时候就可以遮住口鼻 第三 叮咛孩子在学校吃饭前上厕所后 醒鼻涕后下课游戏后体育课之后 都要用肥皂正确的洗手 第四 全家回家之后 换上干净衣服 把手洗干净 保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提升抵抗力 才能战胜病毒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